昨天发的视频大家对这个电箱很感兴趣呢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箱的各个原器件 它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变明器是玩起身的起身变明器 也是汇穿的75千瓦的 这个是回转的也是汇穿的15千瓦的 这个整流模块是给这个回转刹车和小车刹车供电的 这个开关电源是给这一排继电器供电的 这个是一个ABB的过嵌压保护器 这个是一个ABB的断错项保护器 那这个KHB是PSA输出给起身刹车的 KHB是变明器出来给起身刹车的 KHS是变明器过弹的 KHC是风机 那这个KHU上下123 就是它的上下的三个多段数 然后这个是回转的左右 然后123三个多段数 KESB回转自动 KESF回转风标 KESC回转风机 QFP这个是管这个液压弹的点声系统的一个开关 QF4也是一个3P的开关 它是管这个ABB这个过嵌压保护器 和这个断错项保护器还有变压器的一个开关 QF5它是这个QF5 是下面这个小的这个变压器输出来的30P的一个开关 然后呢它要进到这个整流模块 它呢是给它一个开关的 QF6总体的一个开关 QF7它是管这个开关电源的一个输出的开关 QF8它是管这个水牛模块一个输出的一个开关 然后这个QF1它是一个漏电保护器 它就控制在这两个开关 一个这个温度开关和湿度开关 下面这个KM总体接触器 你看它这个中年现在出来这个月出也好了 用的都是一顿的 美国的品牌 QFH起身记录的开关 QFHB它是这个起身刹车的一个总半路器 QFs是回转的一个总半路器 你看这个一顿的这个电机保护器 QFC QFSC1 C2 这个就是一个起身风机 和一个回转风机的 KMC也是一个总体接触器 KHB是这个起身刹车 KHI KSB是这个回转刹车 KVB小车刹车 在下面这还有两个一顿的接触器 KHC起身风机 KSC回转风机 好 差不多就这样